嗨,欢迎收听故事发射台 准备好和陶喜老师一起展开冒险了吗? 噼里啪啦碰,碰,噼里啪啦碰 故事发射咯 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故事发射台 我是陶喜老师 小朋友,你们喜欢吃东西吗? 你们遇见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时 会留到最后小口小口细细品尝 还是会一开始就大口大口的爽快享受呢? 你是什么都喜欢吃的人 还是对食物毫无欲望的人呢? 今天我要说的故事就叫做 大口大口吃掉一半 写这个故事的人是杜边铁汰 里面的图案很可爱哦 是男生仿化的 然后翻译成中文的人是徐婷婷 那故事发射咯 大口大口吃掉一半 奶奶烤了一个大大的蛋糕 准备出门前 奶奶心想 这个蛋糕这么的大 贪吃鬼爷爷可能没办法一下子就吃光光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奶奶还是对爱吃鬼爷爷说 嘿老伴啊 那个蛋糕不要全部吃完哦 记得要留一半 我等等回来再吃 爷爷闻到这个香喷喷的蛋糕 急忙点头回应奶奶 嘴里还说 说完就张开嘴 大口大口吃掉一半 这时小狗强强刚好来了 线口的蛋糕香喷喷的 看起来好好吃哦 看到强强这个样子 爷爷说 哦 记得留一半哦 另一半是奶奶的 强强流着滴滴答答的口水 回答爷爷 哈 没问题的 一定没问题的 说完就张开嘴 大口大口 吃掉一半 接着 小猫咪咪也来了 喵喵 哇 这个蛋糕看起来好美味哦 我对甜甜最无法抗拒了 看到这个画面 强强说 哦 那一定要留一半哦 另一半是奶奶的 咪咪流着滴滴答答的口水说 哦 好 没问题的 一定没问题的 说完就张开嘴 大口大口 吃掉一半 紧接着 母鸡咕咕也来了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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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这个是我最爱吃的蛋糕耶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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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成小麦色的 看起来真是可口 看到这一幕 咪咪说 喵 哦 那你不行全部吃完哦 记得要留一半 一半是奶奶的 咕咕咕流着滴滴答答的口水说 咕咕咕咕咕 没问题的 一定没问题的 说完就张开嘴 大口大口 吃掉一半 然后 松鼠巧巧也来了 哇 这里居然有蛋糕耶 那我可以享用吗 看到这个情况 进阶着 螳螂卡卡也来了 哎哟喂呀 这里有蛋糕耶 我可以当作点心 大口大口的享受吗 看到卡卡这么说 瞧瞧告诉他 那你要记得留一半哦 另一半是奶奶的 卡卡流着滴滴答答的口水说 没问题的 一定没问题的 说完就张开嘴 大口大口吃掉一半 之后小蜜蜂比比也来了 哦哦哦哦哦 是蛋糕耶 看起来好可口哦 看到这个情况 卡卡急忙着说 你只可以吃一半哦 另一半要留给奶奶 比比比流着滴滴答答的口水说 哦哦哦哦 没问题的 一定没问题的 说完就张开嘴 大口大口吃掉一半 这时候奶奶回来了 看到变得小小的蛋糕 不禁 灯大了眼睛 哦呀呀呀呀呀 大大的蛋糕 居然变成小小的 爷爷 这该不会都是你吃的吧 爷爷急忙回答 不不不不不不 你误会了 我真的有留一半给你哦 小狗强强紧接着说 对 我也有留一半哦 小猫咪咪也说 喵 我也有留一半哦 母鸡咕咕 松鼠乔乔 螳螂卡卡 还有蜜蜂比比 都异口同声的说 我 我们真的有留一半给你哦 奶奶听完之后 生气的说 啊 那么 我最后吃到的 不就是 一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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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的一半的一半的蛋糕吗 被奶奶骂 大家都垂头丧气 不敢出声 没过多久 大家想到了一个方法 大家为了奶奶 各自准备了许多美味的食物 小狗强强带来大受欢迎的杏桃 小猫咪咪和母鸡咕咕用鸡蛋和牛奶做了卡式打奖 松鼠咪咪咪 松鼠巧巧带来了超大的胡桃 螳螂比比准备的是红通通的草莓 而蜜蜂比比带来金黄色的蜂蜜 最后爷爷也从庭院里采了一束美丽的玫瑰花 那块变得好小好小好小的蛋糕 装饱饰上大家送的礼物之后 哇 瞬间变成了漂亮又美味的花式摆盘蛋糕 奶奶的心情好了起来 她微笑地说 啊 好吧 谢谢大家留一半给我 说完就张开嘴 大口大口吃光光 小朋友 故事一开始奶奶烤了一个超大的蛋糕 你觉得会有多大呢 被大家大口大口吃掉一半之后 你觉得大蛋糕会变成多小呢 你可以把它画下来 或是拿一张纸 撕一半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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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一半 撕六次一半 最后就是奶奶吃到的大小哦 OK 故事说完咯 不要忘记帮我在Apple Podcast Spotify或是其他的收听平台 留言评价五颗星 然后推荐给你身边 会大口大口吃掉一半的朋友吧 那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